这大世界 大讲到世界 小讲到微诚 微诚之小 我们也没办法理解 因心成奇 心是能现能变 一切万法所现所变 所现所变的 绝对不会射掉 新鲜的特质 绝对不会射掉 就好像中国古人 古来祖师大德 常常用黄金做比喻 一金做契 契契一借金 我们看到黄金做的 这个首饰各种装饰品 在我们陈大川居士 他就做这个行业 他带我去参观 他的展览室 差不多有一年万件 各样子都不同 琳琅满目 全是黄金的 无论做什么东西 金的本质一定不会变 金是他的体 所有一切万物是什么来的 是自信 自信的体决定不是 所以在有勤众生 佛称叫佛信 在无勤的称为法信 法信跟佛信是一个信 绝对不是两个信 这个信是相同的 信是什么呢 信是灵知 你看你们今天要做三十七念 中风禅思 在三十七念里面给你指出 心 肉团心 云律心 灵知心 那个真心是灵知心 灵知心 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长不断 不义不义 非有非有望 那是真心 那才是自己 灵知 世尊在楞严经上讲的比较详细 楞严经上讲了四个字 见闻觉知 所以那个灵 灵就是他能见 他能听 他能觉 用一个灵字代表 他能知 所以 一切万事万无 都有见闻觉知 他从谁 做出试验出来 谁 能够看 能够听 能够懂得人的意思 我们以善意对待他 他的反应非常非常之美 非常好 以我意对待他的 反应非常丑陋 活的 所以我写了一封信 给这个江闻神博士 我们见了面之后 我提示他 不仅是谁 所有一切万无 你们慢慢去试验 泥土 沙石 统统都有见闻觉知 这些所有一些 这个植物呢 就更不被说了 活的 整个宇宙是活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死的 生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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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 谢谢观看